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有点像是手机的那种 像那个客户的 什么 客户资料 那将来如果说 你要给别人填一些资料的时候 你会发现像以往 有些同学 我们的经验就是说 他会填错误 而且他有时候 如果你直接让他这边填 怎么样有时候他就会产生一些错误 填错误的资料都有可能 所以尽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说 我如果今天要输入一些新的资料 比如说你最好是可以跳出一个 怎么样一个表单 这个表单是一个视窗 那这个表单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 姓名就给他一个格子 他填完之后 自动帮我把姓名放过来 然后呢有一个日期的格子 他自动帮我填进来 然后呢 血型的话因为他固定嘛 会有应该只有四种吧 不会有第五种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做一个什么 下拉清单 有没有让他下拉 他选好选好之后的话 一样帮你把它填进来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我想 因为这个本来就空下来 那如果这后面也是一样 分别 在给什么门号 然后区码 然后末码等等的 就是一个格子 一个个罗伯一个坑 帮我填上去的话 那我需要什么会是最简单的呢 其实刚才有特别提到 就在visual basic里面 有没有 你可以做出什么 类似像这样 然后呢将来可以 让他执行启动一下 他就跳出来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就可以让他key一些资料 然后按一下新增 他就自动帮你把资料 新增到这边 自动帮你产生一个编号 那编号是根据什么呢 根据 上面这个号码再加一 不就好了 那跳出这个东西 其实还蛮简单的 而且蛮方便的嘛 那进销存系统 不是在做这些东西吗 对不对 反正不管你是客户的资料也好 或者是进销 就是相关的资料 都会需要表单 然后也需要什么 其实表单就是一个界面 跟使用者互动 那再来就是他做完之后 他一定会需要有地方 可以储存资料 以往都是储存到资料库 那实际上 我们可以把以色列当资料库 把它存成一笔记录 一笔RAC 然后呢 一个工作表 其实就是一个table 就是一个资料表 反正观念上是一样的 相通的 不过首先第一个 我们大概就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 这个东西 怎么做出来的 不牵涉到程式 只有牵涉到什么 画面 这个跟小画家有点像 就是你要画什么东西上去 我觉得他甚至比小画家更简单了 还不用写程式 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你比如有些功能 它自动增加清单进来 这个要写一点程式 按下新增的时候 要把这些资料 新增到这边来 要写程式 所以大概写两段程式 大概就OK了 第三个就是说 资料库 资料放哪里的问题 所以通常会把它区割成那种 三个部分 一个是界面的问题 就是画面 第二个是程式 第三个是资料 所以画面 程式 资料 其实一般 如果是一般业界都是把它区分成什么 MVC 不过这个可能太 太 那个 有点 比较专业的 的说法 所以一般会 真功程式都是 你要懂MVC架构 那其实MVC什么 V 就是指的是 画面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表单 C 就是指什么 这些程式 就是control 就是控制 怎么去控制 M的话指的是 data 就是metadata 就是资料放哪里的问题 那基本上 反正这三个 就是可以解决一切 一般工作上的需要 那只是说以前MVC 通常会在那种 比较大型的程式设计 程式里面才会这样做 不过其实VBA也都可以解决得了 所以我觉得VBA 如果你会用的话 几乎 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所以大概 跟各位解说一下 那 接下来就是我们按部就班 怎么解决 这三个 先把V解决 再把C解决 再把M M其实已经有了 所以M的话 应该就可以暂时 反正就放对地方就对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怎么样 设计出这个表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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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